繼續回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介紹身邊的嘉賓 這一節彩是身邊的 就有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看得到大市方面 依然維持升勢 升幅繼續擴大 升近395點 22,383點 升近2% 而成交額方面418億多 正月期指暫時低水4點 做22,381點 成交量53,000多張 早一節和大家說了 兩個板塊是汽車股等等 今節想和大家談談板塊 就是耐銀方面 其實今天都做得挺漂亮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整個板塊 下午回來表現 建行方面6.2 升超過2% 公行升超過2% 5.84 中國銀行3.57 升接近2% 農行方面4.09 升超過1% 而另外交通銀行 6.82 升超過2% 照行升超過3% 18.96 中信銀行4.76 升超過3% 民生方面 709先 升超過6先 總農行方面 4.55 升超過3% 超過3% 超過3% 3% 到達到2% 讓很多錢 超過3% 是有得升的,但是就不算升得特别多,都是大概介乎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是关注一些比较健碩的国有银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如果真的要清理的话 究竟他们需不需要增加那个撥比呢?又或者整体的不良贷款方面的比例呢? 会不会都有个显着上升的风险? 还有就是说这类的国有的大型的银行很多时候都要受到国内的银监会一个特别严谨的规管 包括就是资本充足比率方面要高些,再者就说在那个叫贷款的限制方面也都会有个比较紧的一个控制 相反地,股分制的银行虽然你说整体的规模及不上最大的那几间 但是那个叫信贷增长方面,那个弹性方面比较高些 包括就说他们好像招商银行那样,最大的客源就是一些中小企,一些商业的客户 反而就说借给一些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方面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些 所以如果你说地方真的市场上关注的焦点仍然摆在地方债的时候 就算你说建行、公行有得升也好,但整体的升幅方面,不会说特别之是厉害 那我会觉得都是跟大市是同步的 如果你说接下来的行指方面都继续是有得升上去 23000点这些位置的话,那我相信建行、公行一定是会带回来升 但是整体的升幅方面,我就不会觉得它们会是升得特别多的 相反,如果你说真的要买一些内地银行,你打算是比较进取一些的话 就似乎一些比较中型的银行,反而是值得考虑 那其中3968,就是经过去之前的公股之后呢 我相信一些不明朗的因素都是消除了 那它的资本充足比率可以提高了的时候呢 相信是有利回它的股价是有一个上升的 那大家见得到,朝刊的股价其实跌了下来的 就是之前的低位17.8那些位置的时候呢 都出现了一个箱底的形态的 那大家要看回图表了,那在箱底做了之后 究竟能不能够成功突破条颈线呢 就是大概19.3这些位置呢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讯号 一旦如果你说未来的后市是能够正式突破19.3的话呢 根据箱底的量度升幅呢 上网目标呢,可以望回到20.5那些位置 所以这一只股份呢 在那么多内人股里面呢 暂时我会比较看好的 嗯,好啊 其实真的都想问一下 内人股方面呢 其实都比内地的政策呢 经常搞到有高有低 那也都想问一下 如果投资内人方面 其实投资者呢 是不是都要给一些耐性呢 即直到他的通胀方面 和运调措施完结了之后呢 才应该给他们多些信心呢 以及会不会呢 也都要等银交媒方面 其实要釐清资本充足率方面呢 的时候的投资才会比较好一点呢 是啊,没错 因为始终大型的银行 特别是呢 因为始终现在中央方面 又要控制通胀 又要担心地方债 又要看回每间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 究竟够不够的时候呢 都会看得比较审慎一点 以及整体监管的要求 都会越来越紧的 如果本身是做一些大资的 即是国有银行的话呢 就自然要负担社会责任 又或者人家会真的要管的时候呢 都可能拿着最大的几只来看着先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看回估值方面 你看到这些大型的银行呢 PE方面呢 就真的不算高 大概是九倍多 十倍多一点 都算是一个挺便宜的水平 但始终 为什么PE好像最近这几个月 一直都是处于这么低的位置 但都不见到资金去到吸纳呢 就是啊 大家都在忧虑 究竟来到内地银行方面的信贷增长 会不会都有机会受到国策方面的影响下呢 出现一个显著的放缓 从而令到他们的盈利 增长幅度未必可以 及得上之前那几年那么高速的增长 那这些因素呢 亦都在解释着 为什么那些内银行股 最近都做得不是特别好的原因 嗯 看到高庆刚刚都出了个报告 那就是 比一种的内银行股 其实是调低了他们的目标价 不过呢 有些都是维持买入的 有些就是列入了沽售的名单 其实都可以一起看看 那见到 见到 见到见行方面 可以首先看一下 目标价 高盛就是将它由8.75 下调到7.4 评级就是给它买入的 那招行方面刚刚都说了 那看回高盛对它的评价 就是 目标价由25.6 是跌到20.2 评级就是中成 那亦都可以问一下 Jason 这麽多只来说 你觉得投资哪一只会比较好 不知道 刚刚大概说过 就是中小型银行 或者股份制的银行 来计 招行暂时来说 走势挺不错的 特别是公元股 这个消息出了之后 应该都是有利它的股价是上升 大那几只来计算 我比较进取一点 我会选择一只农行 1288 1288 虽然你说在地方债方面 比例都算是挺高 又或者整体不良贷款方面 都算是偏高的位置 但是我买的就是 买到未来的信贷增长 都可以跑赢其他建行 工行那些 所以如果你说进取一点 又想选大一只 农行是一个选择来的 但你说比较保守一点 想是稳定为主的话 我会选择一只工行 1398 好 也可以看看 农行的目标价 高盛是将它 由5.3到4.6 为此评级买入 说完内银方面 亦想和Jason 说下另一只股份 編毫3333的恒大地产 看到它今天是升3% 做5.83 这一只亦想和Jason 说一说 早前主席差不多5.9 6元的位置 大手回购 我丢了6亿多回购 其实支持力度 照计都很大 昨天跌到5.66 今天又再反弹上来 其实我也想问一下 帮投资仔问一下 5.96元的位置 这么大的支持力度 烟加一入 你又觉得安全 其实看回当时主席 增持作价 大概是5.6至6元左右 都有 整体来说 其实用这么高的价钱 去做一个大手回购 其实都叫做一个 叫几贵的价值 如果你说要回购的话 低位回购 就叫做几抵 但都叫做一个相对的高位 和回购 即是股值方面 都教他本身的NAV来说 是高的时候 意味着都会拉低 每股的盈利 和每股的股值方面 这方面 其实对股价来说 在股值上 就有机会调低了 但对于市场的信心方面 都会有个支持在 因为这么高价 你都去买回头的时候 只不然都给到市场的信心 就是说主席 自己管理层 都看好这间公司来的发展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这些价位 要再追 我就觉得贵了一点 就算你说5.6这些位置 可以守得住也好 但未来能不能够 可以进一步突破到6.2 6.3这些之前 即是三次都穿不到的阻力区 似乎不是太过容易 而且毕竟就是说 4条三行大地产 今年做得好 但下半年做成如何 都是未知之数 好明白了 亦都是麻烦了Jason 稍后回来 Jason继续和大家聊天 记得收睇我们 要塞财经台了 稍后回见